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全部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神为什么要赐给我们这一切呢 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荣耀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愿这位配得荣耀的神今天赐给他所洗的话语 历代之下九章十三到三十一节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 共有六百六十六他连德 另外还有商人所尽的金子 并且阿拉伯诸王与蜀国的省长都带金银给所罗门 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二百面 每面用金子六百舍可乐 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三百面 每面用金子三百舍可乐 都放在黎巴嫩零宫里 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 用金金包裹 宝座有六层台阶 又有金角凳 与宝座相连 宝座两旁有扶手 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 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 每层有两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 所罗门王一切的隐气都是金的 黎巴嫩零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 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 因为王的传之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师去 他师传之三年一次装载金 银 象牙 猿猴 孔雀回来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猎王 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 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 他们各代财物就是金器 银器 衣服 军械 香料 罗马 每年有一定之力 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千棚 有马兵一万二千 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 就是王那里 所罗门同管诸王 从大河到菲利士地 直到埃及的边界 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 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 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 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 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 和侍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 并先见伊多伦尼巴儿子 耶罗波安的末世书上吗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 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共四十年 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他赴大卫城里 他儿子罗波安揭许他做王 我们刚刚一起阅读的 历代之下九章十三节到三十一节的经文 叙述了所罗门的财富和所罗门一生的成就 历代之下九章二十二节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 可想而知当时的所罗门所拥有的财富 到了怎样一个程度 所罗门的财富包括几个方面 政绩上的财富 物质上的财富 智慧上的财富 其中最为闪耀的财富 就是智慧的财富 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他与所罗门约定把智慧赐给所罗门 就自始至终通过智慧来使用所罗门 让世上的人都知道神是智慧的神 历代之下九章二十三节 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 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 因为普天下的王知道 来求见所罗门的原因 不是为了要听所罗门的话 而是要通过所罗门来听神智慧的言语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 神通过教会的牧者来宣讲神的话语 通过教会的牧者来讲解神的圣经 通过教会的牧者来进行门徒的训练 教会的牧者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也会得到教会弟兄姐妹的感谢和夸奖 起初教会的牧者怀着一颗谦卑的心 会把这一切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但是渐渐地会陷入到这样的迷惑当中 会觉得我有讲道的能力 我有讲道的智慧 我有讲道的恩赐 是因着我弟兄姐妹得到了这样的恩典 我们要明白神使用我们 只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出口 让我们成为神的器皿 让我们成为神福音的一个通路 但是问题在于牧道友与信徒们听到 分享神的话语得到恩典的时候 不但会献上感恩 也会来感谢教会的牧者 这样的时候 我们要为教会的牧者献上祝福的祷告 献上抵挡的祷告 让教会的牧者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能够放下自己 能够致死老我活出耶稣的生命 这是作为教会的弟兄和姐妹 我们的职责 我们的义务 这是撒旦的祭毛 这是魔鬼的诡计 这样的时候 我们要同心合一 我们相信教会的弟兄姐妹 如同所罗门一样 都会遇到这样的攻击 让我们同心合一 在神面前警醒祷告 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成为神所许悦的美好的祝福的通路 当时的君王来求见所罗门是为了听神的智慧 寻求智慧的人有福了 能够找到寻求智慧的方法和道路的人更加有福 士巴女王 还有当时所罗门时期的君王 能够求见所罗门 能够听到智慧的言语 他们是有福的人 但在现今的世代 因着现今世代的知识 迷惑了我们的双眼 迷惑了我们的耳朵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也不知道什么是虚假的智慧 我们失去了分辨的能力 我们已经看不清什么才是神的智慧 所罗门在真言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大声疾呼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在宽阔处发声 在热闹街头喊叫 在城门口 在城中发出言语说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 泄满人喜欢泄满 愚昧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 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 我伸手无人理会 反倾弃我一切的劝戒 不肯受我的责备 世上的君王来求见所罗门要听神的智慧 那么所罗门所得到的智慧 到底是什么智慧呢 真言中提到的智慧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或许所罗门年代的人 不能够明白 这智慧到底是什么 但是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我们不得不明白 我们一定要清楚 什么是智慧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说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淤浊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文士在哪里 这世上的辩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 变为淤浊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淤浊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淤浊 但在那蒙昭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真正的智慧是什么 真正的智慧就是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智慧 所罗门王向神所求的智慧 神所赐给所罗门的智慧 是所罗门最大的财富 如果抛开了智慧 所罗门一无所有 而这个智慧实际上 就是我们所相信的 耶稣基督 保罗曾经为了 这个真正的智慧 为了耶稣基督 他宁可丢弃万事 为了得着智慧 保罗看世上的一切 如同粪土 菲利比书三章八节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为我已认识我主 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了得着基督 哈利路亚 这智慧就是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啊 我们的上帝 你是智慧的源头 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 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都应该清楚地明白 耶稣基督就是智慧 我们依靠他 我们跟随他 我们得着这智慧的恩典 求您让我们成为 智慧的通路 让我们成为智慧的源泉 使我们能够把你的智慧 传扬到世界各地 使更多的人回到你面前 成为智慧的儿女 我们感谢你 以上的祷告 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